这两天呢 中国大陆的一段视频火了 内容是湖北电视台 一个民生直播节目 主持人的批评贫困县的官员腐败 节目立刻被叫停 并当场就撤换了主持人 然而民间和网上却是一边倒的支持这位说真话而被换掉的主持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9号 湖北电视台播出的龙上行节目 报道了湖北实验室房县这个贫困县官员们占用百亩农田 建起了豪华的政府大楼 主持人崔建斌批评官员的这种腐败行为 并且对官员说 思想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导播叫停 崔建斌还要求 请让我说完好不好 但是他被立刻撤坏 直播节目改由另一位女主播主持 据报道 截至9号下午6点 这个视频已经被转发2万多次 有4000多条评论 包括风新城 李承鹏等网络知名人士也转发关注 网民一边倒的为主持人点赞 在互联网社交平台 推特 微博上 都有民众力挺这位主持人 有31万粉丝的大为名人郭敬明写道 贪官就应该骂 支持主持人说真话 敢说话 而在大陆凯迪论坛中 有网友表示 坚决支持崔建斌 查一查是谁当场撤他的 大陆媒体《新京报》10号发表评论文章 即便是炒作 也别压制批评声 作者称赞这位主持人勇气可嘉 并且针对当场撤换主持人的做法 他提出 倾听解决才是王道 《浅江晚报》10号也发表文章质问 直播被叫停 主持人惹了谁 不偏的又有真相 当然是事实 是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醒来的人越来越多 新闻自由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自由 追求的人越来越多 目前大陆各级电视台有上百家 相关网站有上千家 很多人感到信息多的看不完 那么大陆民众是不是享有了言论自由呢 肯定没有啊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么它就不会被多一半就被掐了 不是个别人想的 不是鼓励的事件 专门有宣传部 没有经过宣传部批准的话 都不能说在微博上 QQ上或者说在网站上面 新闻上面是一样的 早在上世纪40年代 中共还未夺取政权时 毛泽东就在延安提出了 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观点 野百荷花作者王世卫 因揭露中共官僚 在延安战时首府的腐败生活而被杀 另外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也以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关》开始的 这出剧的作者 历史学家吴涵被批斗惨死 近一年多来 中共当局对微博或即时通讯 微信上的自由言论 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 有一批公民只是在网上 支持官员公式财产的行动而被抓捕 一直都没有放松 中国的媒体看起来是很多 实际上以国际标准来衡量 能够真正称之上媒体的 实际上几乎没有 因为中国的媒体全部在中共当局的掌控之下 没有真正的人论自由 随着很多媒体人的决心 中共当局对于媒体和媒体人的控制 是越来越严厉 对于这一事件漩涡中心的主持人崔建斌 去年也曾在一次直播节目中 针对湖北咸宁市22吨地沟游 上了百姓餐桌仪式 批评黑心商人是人渣 同年他入围 湖北我最喜爱的主持人之一